要明白私底的真相 这些东西在现在学校学不到啊 他反馈他说那我们现在学的 你看那是什么的 我就跟他讲也是说笑话是完的嘛 我说你们现在学校的招牌 不应当放在大学 应该算是吧 高等知识传习所 那就名副其实了 你们今天所接受的高等知识的传授 不是教育 教育刚才说过了 最根本的是懂得人与人的关系 这些东西你们没有学过 他们承认了 欢欢喜喜地离开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学生很可爱 他们讲理 你只要说的有道理他很服啊 那么这个话说起来三十多年前了 恐怕这些学生现在都已经退休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教育的真谛 现在局势 学校虽然办的很多都是知识技能的传授 如果以孔老夫子 现在所是这个学校办的学校 可是从小学到研究所 都是孔老夫子这样的正识跟文学 正识就是技术 这个才艺的传授 也就是说你在社会上将来有谋生的能力 学这些东西 在物质生活 你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了 那么在于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就是文学 艺术 在中国人家诗词歌赋 音乐绘画 这些艺术 是属于精神生活 现在有这些专科学校 讲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学佛 佛门里面的艺术 在局势文明 千百年来 保存到现在 我们看看现代的 佛像的雕塑 给这个佛教的绘画 跟古时候人相比 精人不如古人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古人有修养 也就是心的真诚清净 通达 释出世间一切法 所以他的作品 能传承 能让人接触到之后 有所干法 有所启示 现在有些东西 好的东西 当然有 但是 达不到这个水准 所谓很俗气的 这些作品 就非常之多了 你看到这些 佛菩萨的画像 塑像 你也看 很俗气 不如古时候 那种电压 诸位仔细去观察了 你就能够发现 那么这些 与教育 与根本的教育 都有密切的观念 我们今天了解这个社会 如何来帮助这个社会 要提倡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 读经是个好事情 但是我觉得 比读经更多